各位粉絲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再給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阿格力一樣要帶你從世界的總經到台灣的財經 幫你一攔無遺 那今天呢是這個2022年的第一集 所以呢一年之計就在於春午 我們就現在啊投資再給力這一集要幫你解析 以及1月我們該做怎麼樣投資的思考 好首先阿格力今天的開場先幫他預告 我們會從股性以及類股來講 那先講股性 什麼叫股性呢 所謂的股性就是 比方說有一些股票你會覺得怎麼這麼牛皮 這麼牛皮的股票通常在這個投資上 其實是有一個量化指標就叫Beta值 那相反的Beta值很高的股票就是你喜歡的那種 很會波動 因為很會波動的人的股票 很多人覺得說可以賺到價差嘛 所以從股性來講我們先來看一下 摩根大通最近表示什麼 他表示1月份喔 先跟大家講結論 1月份的效應之下 這高Beta值的股票可能會受到拋送嗎 那為什麼可能會受到拋送呢 因為根據過去30年的資料 高Beta值的股票成交量最大的 剛好就是在1月份 那大家知道在股市裡面如果你成交量很高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是相對風險比較高的時候 因為怎麼樣 可能有人落跑啦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其中他提到今年 可能這個市場極端的倉位跟情緒上 其實反而會促進這樣的現象 所以他們預期這個1月的效應會比過往更加明顯 所以這個高Beta值的股票大家就要小心喔 那高Beta值比方說Beta值等於1 就是說跟大盤差不多啦 那小於1就是你說的股價比較牛皮的那一種 那大於1就是比較刺激啦 那其實這個要怎麼應用呢 如果盤在供的時候通常高Beta值股票 他波動會比大盤要激烈嘛 漲了就會比較多 不過 摩根大通就提醒啦 高Beta值股票1月要小心被結帳這樣的一個風險 好那接下來 我們看完了這個股性之後要跟大家講類股 因為不管在怎麼樣行情中 選股不選是類股的選擇 我們常常講方向比努力重要嘛 然後這個不怕買貴只怕買錯 都是在講產業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美股在2021年 投報率很高的會是哪一個類股呢 那如果以過去這兩年大家直覺 科技類股因為受惠疫情 2020跟2021表現都非常的好啊 那我們就來看哦 在去年美國財經媒體的統計 第一名的是誰 反而是能源類哦 這大家可能可以想見到 因為不管是電力啊 或者是相關的煤石油什麼都在漲 對不對 那第二這個民眾們就相當有感了 我之前不是跟 大家說我小編在竹北買房 2020年5月他買20萬 那我上次跟大家報告說漲到40了嘛 我昨天在看已經漲到45了 非常誇張啊 那美國的房地產相關的這個投資也是哦 有28%的報酬 那我特別去查一下台股 海外的這個ETF就是他在台灣發行 比方說元大什麼 全球的AI 然後這個群藝的房地產 海外的ETF績效第二名就是 群藝的道琼房地產 年報酬率29%啦 反而大家覺得說科技股算不錯 但是能源跟房地產顯然更好 那我們再看S&P500裡面 同樣的邏輯哦 能源跟房地產 其實都比 像是科技類股裡面 互聯網的報酬率還要好 所以從這樣的跡象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再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張圖就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銘記在心啊 怎麼說過去的升息循環下 到底股市在漲什麼 漲哪一個市場 漲哪一個類股 我們就來看 這是廢的前一次升息的循環 2015年的12月到2016年的6月 那在這段時間呢 其實台股表現來是相對不錯 你看 當時候的美股是下跌的 成熟市場 新興市場同樣的報酬率不是到 太好看 那我們注意到一個族群 像是這個原物料相關的 當然裡面也包含了能源 以及這個REITS REITS就是房地產的一些投資 的一個商品 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能源跟房地產相當的好啦 所以 總結來說呢 今天的節目就要帶大家來看 展望今年第一季 因為3月 這個美國即將要縮減購債 已經要結束了嘛 之前縮減3月就說要結束了 那如果如期進行的話 升息循環就到來了 那在類股的選擇上 美股長這樣 那台股該怎麼看 以及1月 正要開始行情整個啟動啊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跟兩位來賓 來一起討論 1月在類股的行情上 以及投資的佈局上 有什麼值得要去注意的 那今天兩位來賓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沐華哥以及我們的籌碼老高 那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教沐華哥 沐華哥我們最近啊 有看到一個資料 就是我們這個央行的老大講啊 這個M2 M2就是整個市場的資金嘛 在2021年的這個前11月的時候 其實平均的年增率是8.78% 這個數字算蠻高的 可是呢 目前央行預期今年 這個M2的年增率可能是2.5%到6.5% 那大家知道 如果M2這個總市場的資金少了 是不是可能會對股市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這個當然因為M2 如果持續的這個非常明顯的出現增長 那其實也會出現這個貨幣過於氾濫的問題 所以央行啊 他基本上把這個M2的目標區啊 拉到2.5%到6.5% 這是符合過去歷年來的情況 因為去年是蠻特殊這個疫情的關係 其實央行他們在這個資金寬鬆上面著力非常多 那今年看起來這個疫情漸漸虛緩 M2M1B的年增率一定會下滑 那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到底這個2.5%到6.5%會不會影響到股市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對照圖給各位看 不管怎麼講 我們現在目前的M2總量是非常高的 如果說就算是以2.5%的一個年增的話 我們一年增加出來的M2也就超過1兆台幣 好多耶 因為我們現在M2是53兆的一個基期 所以說呢 就算2.5%的話也是超過1兆 那如果是6.5%的話 那就來到3兆以上 甚至接近4兆 所以儘管是2.5%的話 基本上這個M2的增加 還是一個在存量上面還是一個很明顯的 所以其實總量還是增加的 只是這個增幅減少 這個M2我們基本上從來沒減少過 我們等一下圖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來可以看到其實在去年2月的時候 其實M2年增率來到最高了 波段最高是達到這個9.12的一個年增 然後呢這個M1B跟股市最有關係的 其實還是M1B M2我們一般講說是一個廣域貨幣供給額 M2我們一般 M1B我們講是一個狹義貨幣供給額 其實包括我們剛剛講這個證券劃撥款 這個我們買股票的錢都要劃入 就流通性比較高的 就是M1B 你買股票我們都要開一個證券 這個銀行扣款的帳戶 這個錢呢基本上都是在M1B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M1B的年增率高達18.57% 這是非常誇張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已經是大概是08年次貸風暴以來 最大的一個這個增幅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剪刀 這個現在目前M1 這個到去年2月 M2跟M1B的一個差額 大家看到這個柱狀體 它到最高點是達到9.45% 也就是說用這個M2去剪掉M1B的話是9.45% 那現在目前開始漸漸往下回落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M2的年增率下滑的一個 這個M1B下滑的一個幅度跟速度 它其實大於M2下滑的一個幅度跟速度 代表說這個所謂活錢的部分 資金是確實有比較明顯在退潮 這也其實為什麼我們12月這個台股成交總量 是明顯亮縮 亮縮的很誇張 那我們剛剛講說這兩個貨幣供給 如果說出現一個從高點轉折向下 那到底對股市會不會有影響 甚至出現死亡交叉 對股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就很重要 對我們這分別把它對照出 當年的一個加權指數的一個走勢圖 讓各位觀眾來看一下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這個十字游標線現在目前最高點 各位看到這個日期是2009年的12月 2009年的12月其實這個柱狀圖來到最高 柱狀圖來到最高什麼意思 N1B-M2它的一個差距來到最大 因為當時這個N1B的年幀率高到30% 太誇張了 非常誇張 M2的年幀率是這個不到6% 所以說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這一次的M2年幀率是比上一次高的 因為這一次我們的這個M2年幀率是有來到將近兩位數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呢這一次我們這一次的M2年幀率是沒有來到30這麼高 我們剛剛講最高到18 那這兩一減是不是達到24 24就是這個柱狀圖最高 那這個時間點是什麼呢 是2009年的12月 然後2009年12月之後這個柱狀圖就縮減了 代表各位可以看到這M1B就往下明顯滑落 對不對 M2它也是慢慢在滑落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來對照這個股市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 就在這個地方 2009年12月 對2009年12月 大家可以看到就那個柱狀圖開始要縮減 發現股市還是在走了一年 孟哥沒有跌 沒跌 就是說這個資金退潮 對股市它不會產生立即的影響 不會產生立即 對它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滯後現象 而且這個滯後現象高達長達一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就是說 這個去年2月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到最前面來講的話 去年2月是不是這個柱狀圖有開始在往下掉 這孟哥也快過了一年了 所以說這個滯後現象會不會在今年發生 這個就我們就值得注意了 今年我覺得資金退潮是確實要注意 我記得在阿克利節目也講過 今年年限壓拉出連續第四根紅黑棒的產障不效 對 所以說這個難度在什麼呢 因為去年我們的日均量接近4000億 就是如果我們的這個集中交易廠的成交總量是97兆 然後貴買的成交總量是20兆 所以說如果我們以集中交易廠來看的話 日均量大概是4000億 244個交易日 對沒錯 4000億來講的話 今年要拉出第四根年限紅黑棒 是勢必了 每天的成交總量要在4000億以上 感覺蠻難的 因為去年12月 那現在又這個M2跟M1B都在退潮 所以說呢 央行又把這個目標區 控制在2.5到6.5之間的話 就代表央行今年在貨幣政策上是降溫的 所以說這個其實 呃在整體宏觀面上面 確實在資金退潮上是不利於股市 另外我們接下來要看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說今年除了 央行會在整體的資金面上面 去控制這個量能 那另外就是說他會不會在價方面也去控制 我們一般在貨幣控制上從價從量 對 從量 從量剛就剛剛講這個所謂貨幣供給的部分 那從價的話就從貼線率 就是說這個利率會被調升 但我們可以看到 利率調升到底對股市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我們以這個 呃 這兩次的一個經驗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次都是一個調升的一個階段 對股市會不會有影響呢 我們如果以前一次來看好了 前一次我們的利率低點呢 是這個2015年當 2009年當時的低點是1.25 那是當時的歷史最低的重貼線率 那一直呢 到2011年這是一個升息週期 升到1.875 各位可以看到 從這個2009年的第一季 到這個2011年的第二季 總共呢這個升息了差不多是0.625個百分點 升了0.625個百分點 兩年半左右的時間 對兩年半左右的時間 升了0.625個百分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股市會不會有影響 我們剛才把這個十字游標線拉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在升息的開端 就2009年的這個第二季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股市還是上漲 還漲了蠻久的 所以說也就是說 就算是央行近年升息 我覺得升息對股市影響不大 升息不大 而到這個升息的末端的時候 我記得末端上次就有跟我們分享到 升息循環結束之後反而股市比較會跌 對所以說這個升息 我認為對股市的影響不大 那中和來講 今年又可能升息 那今年M2又要把他降溫 所以央行可能從價從量 在做這個貨幣的調整 在做這個貨幣政策上面的一個緊縮 那這樣的緊縮 我認為中常性 對股市還是會有影響 只是說他對股市的影響不是那麼利益 所以說大家也不用去太擔心說 這個資金退潮會立刻衝擊到股市 畢竟利率如果升息的話 也不像過去這個利率非常高 你再怎麼升也是1.多% 我大概覺得1.8%也升不到 就是說再怎麼升 大概也不可能升到以前的高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M2的總量 我剛剛講了53兆 事實上M2就是一路上升 所以儘管我們剛剛講說央行今年 就算是指把目標控制到2.5%的話 基本上也無礙整個M2存量的一個往上增加 這從歷史經驗來看 然後升息循環其實也不會立即的影響 對 但是1月份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點 像今天一開紅盤 只有拉台積電 拉這個大力光 其他股票大家都下跌 其實這個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盤 因為大多數這個熱門股都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元月的話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因為要封關11天 元月26號就是牛年的封關了 那到2月7號股年開紅盤 中間有橫跨1月跟2月 其實這時間蠻長的 很長 有國際上的變數 對 11天的時間大家注意 另外呢就是美國聯準會 今年首次的FOMC會議 會是在1月25號、26號召開 剛好很關鍵的時間 對剛好他會議結論會在這個我們封關後宣布 所以美國股市那時候會不會有一個大震盪 就不知道 所以說呢 大家也會擔心說 封關之後這個股票如果包太多的話 會不會有壓力 所以元月只剩下三週半可以交易的時間 那我覺得1月份大家可以注意 有召開法說會的一些公司 對像今天我們看到就是拉台積電 拉大力光對不對 其實他們都最近要開法說會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報告 對就是開法說會可能有一些好消息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跟華哥討論的就是說 外資跟投信的一個買賣的狀況 那阿哥你觀察到什麼呢 我們先來講 左邊這邊是上市投信的5日買超排行榜 然後呢右邊是這個外資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觀察一個現象 轉向一些低基旗鼓嗎 也就是所謂的可能這個股價比較低的啦 或者是說我們講的這個beta值比較低的 那阿哥利呢 這邊就幫大家來複習一下beta值好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講說1月 可能這個高beta值的股票 摩根大通說會不會結帳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上市投信 買超的股票裡面 其實還蠻多是這個低beta值 像玉山金這個beta值 大概只有這個0.4 0.4就是跟大盤其實沒什麼關係 然後這個聯搶也知道beta值大概只有0.5 不過我們可以觀察到 不管是金融股還是這個聯搶 聯搶最近漲得非常兇 甚至我最近手上有觀察的這個beta股 像台灣大車隊那個有個無聊股 居然從70幾漲到一路快90 所以似乎啊 外資也在買這些低beta股 我們看到像這個玉山金跟中信金 以及台新兆豐富邦等等 這相對來說可能富邦beta值稍微高一點 不過大部分的這個金融股 屬於這個股價相對來說比較低的啦 那這個beta值也比較低 所以如果我們從投信跟這個外資的買賣來看的話 可以歸納出一些什麼投資方向嗎 當然這個小摩講說這個美國 1月會出現這種所謂的擠兌 高beta股票的擠兌 我覺得如果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大家觀察一檔股票最明顯 一檔哪一檔 特斯拉 因為特斯拉的beta值超高的 你會發現大盤往往這個美股上下一% 特斯拉都是給你玩兩三%三四%的 所以說他的beta值遠遠超過美股的這個整體的大盤的情況 平均值的情況 所以說大家觀察特斯拉如果說 尤其他其實前一波已經經過一個大跌 到1000塊附近 如果特斯拉在1月繼續大跌的話 你就真的要注意 這個美股的beta值高的股票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擠兌線 他算領頭羊 他是領頭羊 那當然台股就很多這種所謂熱門股 大家可以看到成交量很大的一些 這種所謂概念性的族群 像什麼宏達電這種 他們也都屬於高beta的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 那我覺得元月份 外資其實他們會比較傾向 就是佈局一些 可能就阿格莉剛剛所講的這個 所謂低beta的股票 那同時又大支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一開 這個2022年的這個紅盤的時候 就拉台積電就拉大力光 久違一年的拉基盤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 他其實在這個1月13號要舉行法說會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個表上面的一些公司 大家可以去注意 要舉行法說會 比如說像今天富邦也很強 為什麼 因為他是1月4號就要舉行法說會 很近耶 對然後各位可以看到台歌大 台歌大在今天舉行 在1月5號舉行法說會 各位看到 這兩家公司都是富邦集團 而且台歌大不是並和台灣之星嗎 就發現富邦集團似乎這個企圖心 在2022年蠻強的 來勢洶洶 對我倒是覺得大家可以去注意 這種像富邦 富邦集團的相關的個股 那另外呢 你有發現這舉行法說會很明顯 有一個族群就驅動IC 天玉 敦 敦 這些都是這個所謂驅動IC相關族群 對沒錯 所以說 是不是這個族群也有一些 他們想要這個在1月份表態呢 也可以注意 像另外各位看到合金今天表現也還算OK的 這些呢都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注意的 就是說在這個1月份法說會的相關的個股 因為我還記得去年台積電這法說會消息 說資本支出300億美元之後相關的概念股就全翻了 那這個台積電 他一定有這個所謂的台積電們 他們的這個一連串突拉股的股票 不過像今天這個盤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盤其實他前面上漲 並沒有帶動他的這個整個族群效應 沒有那麼明顯 對 反倒是我們看到有一些要舉行法說會的個股呢 他強弱的表現有蠻明顯的不同的 好 那另外呢我覺得現階段股市觀察了 第一個呢 我對1月份台股的行情並沒有那麼悲觀 最主要是 雖然說這個1月只剩下三週半的交易時間 但是因為最近國際股市其實走穩 所以外部風險有放放這個很明顯的降低 那最近台股沒有量叫做金晶漲格局 我覺得呢 基本上呢放量反而你要稍微小心 因為量大的話就可能會有出現一個變盤 有人可能落跑 對那疫情雖然很嚴重 這個每天的話全世界新增已經快接近200萬人 但對經濟影響我覺得現在目前對金融市場負面影響不大 對經濟影響也有待觀察 那至於說通貨膨脹跟升息議題沒有新的進展 因為主要也要等到1月底 那個聯準會最新的議席會議的時候 所以市場現在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之下 原則上1月的行情應該還是相對我們可以偏多思考 那另外呢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其實金融股有一點要動的味道 有要動起來了 對比我們剛剛講富邦集團富邦金這些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發現這個就是說最近金融佔大盤成交比中有上到6% 這個上到6%是不是在打一個暗號呢 各位可以看到他前一次在這個地方 11月這個中的時候有上到6% 各位可以看到11月中他上到6%之後他其實之前一個波段行景 壓下來之後他又另外一波 那最近又開始這個整個金融指又開始似乎要再往上走 感覺有WD的味道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他這個量有出來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外資剛阿格里講外資買一些low beta金融股票 其實跟這個有一些關係 而且今天又升息 對那這個量其實跟外資是有關係 各位可以看到富邦最近他的這個 你可以看到你看這個範例的話 你可以看到富邦這檔股票的範例的話 你可以發現他慢慢也在往上走 他的 他最主要還是因為沒量 如果有量的話應該股價就 可能會更明顯的表態 所以說在這樣的整個 整個這個觀察下面 我覺得1月份 我個人會比較注意的就是法說會相關的這些族群 另外呢就是注意像金融股有一些量能 比較明顯流入的族群大家可以持續觀察 好那謝謝沐浩哥今天幫我們解析啦 那我覺得沐浩哥每一年年初談話都非常非常重要 在去年我記得沐浩哥跟大家預告 牛年是非常震盪一年 然後確實也如沐浩哥所說的牛年真的是非常恐怖 這個馬 不是馬是牛 地牛真的是會翻身 那今年沐浩哥跟大家講1月要注意法說會有 這個消息的公司 因為呢 法說會通常也是股價催化劑 你如果有一些好消息 像台積電去年資本支出大幅的一個增價 股價一路就到了這個670幾 大家應該印象還停有停留在那個時候 所以今年有沒有機會複製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籌碼老高 老高我們從最近的這個盤式上 我們一開始有提到說每股 可能這個科技股相對比較弱勢 那如果展望1月的行情 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蠻以科技股為導向的一個市場 所以呢結合這兩個面向來看 1月我們在投資上要該怎麼去留意 好那我想我們把眼光就是先把這個部分 1月份到底沒有行情 我想大家會比較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用這個部分來說一下好了 其實我們來看大盤的日線圖 其實我上次來參加這個節目的時候 在12月 12月出馬我們講 12月有沒有所謂的一個行情 那時候我說12月份統計大概都有8成以上的上漲空間 那時候提起投資朋友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只要大盤不跌破 12月份12月1號的這個低點的話 基本上都還是屬於偏多操作的一個行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階段1月份有沒有行情 我們先來看這個很簡單 兩個部分我們把它畫成軌道線 大家應該都會畫 投資朋友在這看阿格列節目一定都會畫 他目前是多頭還是空頭 多頭 還是多頭對不對 既然是多頭 基本上在多方軌道的範圍之內 已經不設所謂的高低點 我們只要趨勢方向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順勢交易 那再來看一下我們的 短中期均線是不是翻多 對沒錯 基本上我認為1月行情 還是值得相當大家可以去做一個期待的 原因是我們不要 我認為目前就是多頭 既然是多頭 我就不要去預設行情 這個部分 那只是說 這個部分來說 有沒有我們要留意的一個點位 既然我的多頭 我不要預設高點 他是多方式 那我要提醒投資朋友兩個點 兩個點 如果這個兩個點 關鍵的位置點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看防守方在哪裡 這個我們說過 12月1號不跌破 但是多 12月份多方可以期待的 原因的行情 我不去預設高點 他會不會突破 不管他 重點是我要看我的防守點在哪裡 跟位置相當 相對的位置 第一個 就是12月1號這個位置 投資朋友看一下 12月1號這個位置 跟這一個打下來的位置 其實是什麼樣 幾乎是差不多一個位置 所以第一個防守點 這最終的防守點是 不要破12月1號這一根 紅K棒的一個什麼 一個點位 那這是屬於一個 最終的一個位置 那前提是 十日線要不要守住 如果他今天回來十日線的話 基本上也是相對在這個位置 對 所以大家就記十日線 比較簡單 對對我認為十日線 只要不跌破 這情況之下 大家基本上 都是否什麼 否個股 輪動的一個操作 一個模式 那老高明 我們剛剛已經看完 整個關鍵的防守點 如果守住的話 這個盤基本上還是相對不錯 不過我們剛剛講 選股不選市 所以在股價上 有哪一些的公司或類股 是值得我們去參考 我們特別留意說 我們尋股不尋市 情況之下 有沒有一些個股 基本上是我們可以去留意的 尤其是什麼 目前是利空 利空 目前是利空 目前是利空的 但是股價是緩步去做墊高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說 低機器就 剛剛那個阿格利說的 就是低β值這個部分 我認為這個部分 像爆架 面板爆架是不是 大家看起來不是很好對不對 面板 大家去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在扯 對 不會漲嘛 就是不會動 可是呢 其實你看一下 尤達是不是慢慢的 從低檔開始 慢慢的出量上去 其實慢慢塗 慢慢塗 也從17塊漲到23 對 這漲幅也很高 3成以上 目前看漲幅是很高對不對 如果你把長線拉起來 其實他其實才剛開始增溫起漲而已 所以我認為這樣 例如這樣的一個什麼面板 在一個所謂的 大家覺得他的產業面跟基本面 以及看到的新聞面 基本上都不利於他的股票上漲的一個態勢情況 但是股價反而是逆勢往上漲 這個時候就可以留意 包括2409的尤達 以及什麼 3481的群創 以及什麼 6116的彩晶 我倒覺得這個部分可以投資朋友可以去留意一下 他就是基本上都慢慢的 廣播做一個墊高 這個部分就屬於剛剛 阿格莉所說的 低β值 這樣的一個什麼 標的物 相對安全一點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認為這個部分 其實2022年其實 今年2021年 大家下半年在吵什麼 元宇宙 所以我認為元宇宙應該還會延續這樣的一個體材 慢慢這個元宇宙這個體材 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2022年開始會有一個營收基本面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說 2022年從新春開放盤之後 我認為還有馬上就有一個什麼 消費電子展會出現 對 所以慢慢的這個部分來說 元宇宙我認為都還是值得投資朋友去關注的一個什麼 一個體材面的一個個股 那包含我認為宏達店 不是沒有 宏達店 靠元宇宙這樣一個部分 一路拉上去 目前是橫盤 其實整理也蠻久 從11月整理到現在 那我以籌碼面的角度來判斷 以技術面的角度來判斷 宏達店過去是賠錢的 沒有錯 可是我認為很有可能在2022年開始 會慢慢的變成一個 猶虧賺銀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認為元宇宙達店 還是可以值得投資朋友去做一個留意 如果他橫盤整理時間夠久 銅碼消化的夠乾淨的話 不排除還有另外一波的什麼樣 一個漲勢 他在終期整理的股票 那這個部分還有什麼 預創也是一樣 創高之後 橫盤整理這個部分 我認為 這個部分都還有在2022年 都還有機會整理之後 再往上去 而且大家印象原本是這些腰股 如果漲上去沒漲之後 可能就會往下走 可是目前看起來 不管是宏達店還是預創 還是在平台整理的階段 對 那意思反過來講 就是相對的 他一定有某些我們不知道的 利多的基本面在做一個支撐 不然其實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以過去的操作經驗來說 所以在股價中期整理這個位置 其實包括宏達店 包括預創我認為都還有機會 投資朋友可以去留意的 那中期整理還有什麼 中光店也是一樣 股價走失都很像 對 他先反應 這根長紅上去 那這根長紅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根長紅 這股價的慣性來說 這根長紅出現之後 開始又怎麼樣 無法做一個續攻 可是這根長紅 確實突破之後 可以投資朋友可以留意 他會不會 改變他的股票的慣性 如果改變股價慣性的話 基本上在創前波的波段行高 也許是可以做一個期待 期待的這個部分 那 我們剛剛講說低基期的股票 然後 波段上漲整理的股票 那有沒有 可能已經在創高的股票 還會繼續創高 還會繼續創高的 墓資的公司 墓資的公司 對 有在發息筆 有在做獻證 甚至還在做私募的公司 在股價相對的高 高檔 指數在高檔區 還願意做這件事情的話 這些公司就可以特別留意 去後市的發展 六四一四的華漢 就具有這樣的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 等一下會跟波子朋友說一下 我認為華漢的一個 一個基本面跟從反面的看法 那這個部分 創高可以期待的 在風光之前 其實已經創高了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認為他還有機會再創高的是什麼 楊智三零四一 這個部分我覺得 IC設計這個部分來說 都海資的投資朋友 相當做一個期待的 所以這 以楊智來說我們籌碼 該怎麼樣去觀察 待會我跟投資朋友 再詳細說明一下 可是我覺得楊智這個部分 這種創高可以期待的 排列組合的話 我認為楊智是可以 去做一個期待的 那包含了8299的群創 群聯也是一樣 抱歉 這個部分已經 你在封關之前 都已經做一個創高的情況之下 代表強勢的股票 已經可以創高的 這個投資朋友 也可以去做一個 做一個留意 而且IC設計大漲 其實整個族群的比價效益 不管他做哪一類的IC設計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包含了2454的08顆 其實都已經 已經長到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未來都還是在 圓越行情可以做期待 甚至在2022年 這一段長時間裡面 大家投資朋友可以找一個 入手的一個機會點 好 那老高剛剛幫我們解析了一些 是比較低基期的 那有一些是在整理的 以及正在創高的 大家就根據自己 操作的習性 多加的去做研究 那接下來要繼續請教老高 因為外資啊 過了Christmas 然後元旦 總該回來了 那在外資回來之前 大家知道說 台股的行情是 個股輪動很快 有時候這個股票漲一兩天 那第三天就不漲了 那就換另外一個族群 然後大家又去追 那一兩天又不漲了 所以從外資回來之後 這個 類股的輪動 節奏會改變嗎 我認為當然 指數創高之後 這個類股的輪動 一定會 比較加劇一點 可是我認為這個加劇 不會是壞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一經驗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大家說好像外資放假 事實上都是朋友看一下 這是外資整體買賣超 其實在放假期 時候其實基本上 也是有在遠端下單的 還是有在就交易 那只是主動型外資也許沒交易 被動型外資 開始也還是會進場去做一個佈局動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整個資金面來說的話 資金還是偏多操作 我認為沒有看到明顯感 就是符合我們剛剛 開始講的 元月份到底沒有行情 來看一下 剛開始是投信進場去做佈局 後來外資即便放假 基本上他還是進來 進來做一個卡位 頗有接力這樣的一個味道 對所以你說內外資 就是這樣正規均的一個操作面 基本上我認為都還是屬於 比較正向的一個看法 那我剛剛講說 那個阿格力看說 那養字有沒有 對就籌碼來看 籌碼面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認為說好我們就把 拉回來 籌碼面到底有沒有值得投資朋友 去做一個期待的 那整體外資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概 大家都了解 從性態動態 我們大家都成 我講特別的一個部分 對就是 最近的分點買賣情況 對 我認為這個部分 長波段在做佈局的 國票安和這個分點 基本上呢買的張數是2348張 他平均價格是28.65 這個部分我認為投資朋友 可以特別去留意一下 買最多 那也是買在相對比較低的 對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你看 統一南京第一華江 基本上就是在40塊附近 平均在40塊附近 38.65 39.67 41.13 大概平均在40塊附近 基本上他們都屬於一個什麼 特定內資在做一個 佈局的一個動作 而且他這個價錢其實 基本上就是在40塊左右 我們看 其實楊智目前來說 目前來說也是多少 差不多 也沒有漲到那個 失控的第一段 對 你還沒有 你會發現說 都已經在創高的情況之下 特定的內資 還是持續的 沒有做一個逢高 所以他們買40 其實也是相對的高點 對 可是就是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基本上 他們長波段佈局 一定是往上去做墊高的 為什麼要做墊高 他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獲利下車的動作 那為什麼成本會墊高 基本上我認為他還是長線做一個看好的現象 所以楊智我認為這個 特定籌碼投資朋友可以值得去留意一下 國標安和統一籃進行第一進化 這樣的一個 交易動作 那這個部分 建議給投資朋友去做參考 那我們剛回來講的 花漢 然後六四一一四 花漢它就是符合什麼 近期要墓 尤其現在是1月 1月份的開始對不對 1月3號 這禮拜 花漢就已經有現金證資要出來 前面發CB 現在發現證 然後也會恰特地能做失明 你說的三者全部都有 全部都集中在花漢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是覺得 投資朋友可以去留意 在一個1萬8千多點 已經歷史 臺北股市歷史清高的情況之下 沒錯 有些公司它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不要忘記了 基本上是現證這個部分 以及私募這個部分 會侵蝕到股東權益跟EPS 因為股本變大 對沒錯 如果我認為公司派的態度 如果是相對的 他認為在公司未來的EPS 肯定還會 就我股本雖然膨脹 但是我的獲利成長更多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是覺得 所以投資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他原本是在做工業的 元宇宙的概念題材 現在慢慢轉到商業的這個部分 那看一下他從馬面的狀況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剛剛講過了 這個私募這個部分 其實這禮拜就要公告了 所以投資朋友還有機會 做一個上策動作 那總金持股 33.93% 也是蠻多的 對很多 那外資持股10% 加起來是43% 已經大多數流通股票 都在什麼樣 大股東跟外資 正規均外資手上 那我特別留意一下 一定的事情 這一段時間有沒有來做布局 有沒有在做布局 這就很重要了 對 國泰的這個部分分點來說 有買504張 而且台新高雄 這個比較特別的分點 這個部分也買了489張 富方證券跟花旗環球 這個部分我認為都是否一個 中長線布局的一個角度 那你來看一下 所有的成本平均價格多在多少 230塊左右 到240塊左右 平均算235塊 來看一下 你們現在買會不會吃虧 跟他們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 雖然這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投資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說 例如這樣的一個 已經有在辦憲政 而且之前有發CB的 那目前要拭目的這個股票 有沒有機會再做一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 一個衝高 然後最後我們看的這個是 面板的彩晶 比較低價的 投資朋友可能覺得 剛剛講的太貴了 對 太貴 或是說 好像醞釀 他覺得風險不要那麼高 沒有關係 摸取低β值這個部分 彩晶這個部分 我認為投資朋友 他的投信 是一直在買 除了他之前有在收庫廠股之外 基本上 他還是怎麼樣 投信還有進場去做一個 做這個佈局 所以我特別提醒投資朋友 特定從馬看一下 富邦證券跟元大證券 他們一個波段的動作 我認為富邦證券跟元大證券 之前買完之後 稍微做一點小小的調節 但不至於全部出場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 我認為 包含彩晶面板 尤達尋算這個部分 都可以投資朋友 可以去留意一下 所以短線的籌碼 比較剛繞比較少 我認為整體籌碼還是偏多的 好那謝謝老高 幫我們帶來一個籌碼的解析 不管是一些比較在整理的呢 或者是低價股價創高的 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性 做進一步的一個參考 接下來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跟 航運有關係 因為我們每一集都會跟大家分享 電子股跟非電族群 那現在航運有什麼要看的呢 其實航運最近大家比較多討論 應該是他們年中 年中真的很高 我跟大家講不要羨慕 叫你去跑船 又不跑 人家發年中的時候 你才想要加入 為時已晚 這個獲利是等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 上海出口集中箱運價指數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跟貨櫃的一個行情有關的 那現在呢 在什麼樣的位置呢 首度超過5000點 真的是非常誇張 從歷史上來看 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一個點 那2022年呢 其實大家對於航運 不管是在海上的還是在天上飛的 其實都有一點疑慮 就是說前兩年塞港 那今年還會延續嗎 不過最近阿格里有觀察到幾個現象 包含說去年大概9月的時候 前五大航商國際上 像達菲 達菲第三 跟赫波羅德第五 這兩家都宣布要動漲這個運價 那這個動漲要動到什麼時候呢 就動到2月份 所以是不是時間走快到 如果時間到了之後 可以順利的跟著這個運價指數 再進一步往上調的話 獲利可能也還是今年不錯一點 那6月的時候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碼頭工人要換約了 那如果你沒有給他高一點的薪水 現在貨櫃這麼多 沒有加薪 那乾脆就不要搬了 所以綜合以上的跡象 今年2022的四屋航運 目前為止上半年還有一些催化劑 所以我們就來請教 之前跟我們分享非常多航運 不管是天上飛還是海上跑的 這個木華哥繼續幫我們解答 好 那2022年第一天開盤 這個航運航空都表現得不好 我覺得 可能跟這個年動獎金太高掉的關係 稍微收斂一下 還有這個贊助101的這個陽明 大家想說你錢拿去贊助 為什麼不發給我 員工就想說為什麼我只有8個月 這個我的競爭對手有40個月 我覺得這個某種情況也是一個搶人大作戰 因為現在目前這個航運的人才非常缺 所以說呢 用這個高額的獎金 可以把別的公司的人拉過來 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我覺得基本面的部分 仍然是相當的不錯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南加州海洋交易所的資料 到12月初 在離洛杉磯長灘港 40英里海洋範圍內 有40艘貨輪在等待要停破 還有56艘貨櫃船 在更遠的海域等待 那實際等待停破的這個船數呢 達到96艘 其實不少 將近百艘 另外碼頭破位上面還有31艘 總計達到127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不是在看這個絕對數字 我們才看到他這個 相對的數值 他增加了25% 跟10月比他增加了41% 跟9月比他增加了7% 所以第四季一直在加速 而且加速非常的大 對等於說現在目前塞港的問題 不但沒解決可能更嚴重 就是說現在目前美國的整個 染疫的人數一天甚至達到70萬人 我認為這個對於他們整個 所謂缺工的問題 可能會更形的這個麻煩 而且據說美國有很多染疫的人 他們有後遺症 後遺症 對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可能他就終身不上港了 就不去工作了 所以說這些問題 我們都可能不能輕忽他 對於說這個 航空跟海運他們現在目前 整個運力上面的影響 那另外在空運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全球塞港 跟空運海運所謂的運價比 從早先大概12到15倍 就是說這個空運的價格 大概是海運價格的12到15倍 現在目前已經拉近到3比1了 其實差不多了 差不多 所以說有一些走大財機 重量的貨運 開始像健身器材 浴缸甚至磁磚 都已經開始在轉空運 這些相對來說都比較重的 如果你用空運貴很多 但是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海運塞港 所以說他貨物會delay delay會有罰款 所以說即使空運的運價比 貨物的價格更高 業者寧可虧本也不敢為憶 信用比較重要 就我像之前聽說那個 維樂山丘的鳳梨樹 鳳梨樹 都是靠這個空運在走 而且 鳳梨樹用飛機 對為什麼 因為說運到這個溫哥華 一顆鳳梨樹可以賣到200塊台幣 那當然空 所以說這種吃的東西 有保鮮期的東西 他們都要走空運 那這個空運將來的這個運量 其實會持續增加 那根據這個桃園國際機場 現在估計 他們今年的運 整個空運的運貨量 可能會達到280萬噸 280萬噸 去年大概全年是240萬噸 所以也就是說今年會比去年再成長 大概兩成左右 他們看到今年第一季 整個空運的景氣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說 今天這個海運跟空運 開盤大殺 我倒是覺得大家可以 稍微去看一下他們是殺基本面 還是只是殺一些消息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運價 基本上我覺得 最近 他其實也是在一個盤整的階段 這個航運指 航運指最主要盤整是因為沒量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量能不夠 我覺得現在大盤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量能不出來 有些熱門股因為沒量 所以他 推不上去 整體沒辦法帶上去 而且出現在這邊做一個橫盤態勢 那橫盤量縮基本上以盤待變 我覺得後面變盤的機率很大 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長榮也是一樣 他基本上也是因為沒量 這個航運整體要動 佔大盤資金比重至少要到2成5 2成5 對2成5到3成 他整個才會有一個大動 如果說只是這樣子一個 最近大概佔大盤成交比重 大概12% 10%左右 大概動不太起來 所以我覺得 最近在殺 最主要可能是下殺取量 或是說 因為沒量盤整待變 久了 這個不耐久寒 對 一些籌碼殺出來 那長榮航空也是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 他其實前波拉伸之後 再拉一波創高 現在壓下來 這在均線糾結這個地方 也是明顯量縮 也是沒量 所以航空 航運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我覺得是籌碼面的問題 是整個沒量的問題 那至於說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阿格里講說 這個國際大航商 事實上他們的股價是持續在創高 各位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貨櫃航商 馬仕基 他的股價是創歷史新高的 是一路再往上漲 去年全年漲了71% 那我認為 以馬仕基這樣子的一個 基本面的條件來看的話 今年股價再繼續往上推升的條件還是有的 也是不可能 對 所以說呢 在整體國際航商的運價都居高不下的情況之下 我倒是覺得喔 這個航運股如果有逢低有壓回的話 那倒是不失為 大家可以稍微再觀察的一個範例了 好 那某哥也幫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整個基本面上其實是沒有變化以外 其實看起來 要延續去年第四季的龍景第一季 甚至到今年整個上半年還是 非常的非常的有機會 但是呢 因為這個 航運類啊 不管是空運 還是這個海運 這個成交量 還沒有辦法補上來的情況之下 下跌的時候你再多加去留意 可能是相對比較安全的一個方式 好了 那我們最後呢 阿格力也要跟大家 來跟籌碼老高來請教 就是說通膨其實在2021的下半年 就是攔起了大家不少的一個共鳴 什麼東西都變貴 吃的啦 住的啦 沒有一個東西沒在漲的啦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節目有跟大家聊到 就是說這個在美國過去的升息循環裡面 能源跟原物料相關的 以及這個房地產 其實都漲得還蠻不錯的 那在台灣的部分 從這個鋼鐵 水泥波濤跟油電燃氣 我們可以看到 股價的走勢啊 都是這個往下的耶 所以對比這個美國似乎 有不一樣的一個態勢啊 那展望今年 這些類股老高 我們該怎麼樣去觀察 好其實我們剛剛說 其實物價其實通貨膨脹 其實不斷的這些攀升 11宿型娛樂基本上都會有 包含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產業 包含什麼美髮啊 其實因為都是運運的 貨運的問題其實都在漲 但是我認為回過頭來看一下比較特別 就是剛剛 剛剛節目一開始說的 房地產也在漲 基礎建設要用到什麼東西 跟房地產用什麼 其實我覺得鋼鐵跟水泥 基本上還是其實投資朋友去看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整理了這麼久的情況下 我認為都還有蠻特別的一個 一個個股的表現 這個機會 包含什麼中鋼這個部分 我認為你看 投信基本上都在買 這個部分 最近投信其實買鋼鐵還買蠻兇的 而且我自己的觀察是 不只是中鋼 他整個族群都有在買 對 這個中鋼或不鏽鋼這個部分 或是特殊鋼材其實都在買 但是我特別講一下這個 除了我們中鋼大家都知道之外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部分 其實中鋼 我們來看一下2014的中鋼 其實投信有沒有在買 其實跟中鋼的這個買法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幾乎是每天開單買 那有調節一天 可是呢馬上又怎麼樣 賣壓又減輕了這個部分 那我為什麼特別講到中鋼 是因為 我發現有特定的一個抽碼面 又有特定了 是在做什麼 在做一個所謂的鋼鐵 以及水泥的一個布局 來看中鋼這個部分來看一下 其實 永堅持股 我們就不用說了 基本上40%以上全部在大股東手上 只有60%加上融資的一些符合 基本上在市場上 市場上流通的籌碼 其實是不多的 總監持股不管什麼類股 40%算非常非常高 對 算高的 那其實我們在追蹤籌碼情況 希望它的流通的股數 是越來越少 越好掌握 這個部分 特定籌碼持股其實增加 現在趕倒籌碼面干擾少 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看一下香港上海匯豐 基本上買超3.6萬張 對於中鋼來說 這個部分來說 認為是已經開始做出 步離不去 步離不去的一個布局 那為什麼說特定籌碼 其實日升證券跟元大證券 這個部分日升證券是買超1.3萬張 元大證券之前是做一個賣超動作 目前來說賣超減輕之下 慢慢有開單回來 重新再做一個賣超動作 有賣超買 對啊 買超變成1.6萬張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報告這個部分來說 中鋼來說 基本上注意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香港上海匯豐 第二個部分是日升證券這個一個布局 目前來說基本上都還是屬於 偏多布局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特定籌碼 其實持股是在做增加的 那短線從馬甘老嫂 未來我認為這個股價來說的話 都有機會往上去做一個供給 那44塊跟41塊 42塊這個部分來看一下 中鋼有沒有比較 沒有讓投資朋友吃虧 其實沒有 看這個節目不會讓投資朋友去做吃虧 股價你現在還比他們買得這麼還要低 就差不多 甚至還低一點點對不對 那投信大概是買在這個42.5以上 我們不要整個追高了 才叫投資朋友說這個股票有機會 基本上在這個部分來說還沒有跟他們 他沒有正式表態的時候 基本上我認為都還有機會 而且不叫讓這個 看這個節目觀眾投資朋友 覺得是不會去做一個追加 那其實你看水泥也是一樣 我認為水泥也是蠻值得大家去留意 而且台泥今年梗蠻多 台泥有跨入這個儲能 其實已經往綠能部分在發展 對沒有錯 那所以他的體材也慢慢的去 開始增加一些元素在裡面 那也可以看得到其實 投信也是悄悄做一個布局的情況之下 開單買他雖然不是很積極 但是基本上投資朋友超級要買他 但是我不知道告訴投資朋友台泥這個部分 這上我們來看的是什麼 是看亞泥 這要看亞泥啊 怎麼說 投信買超的開單的部分 感覺比較積極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特別的一個關鍵動態籌碼 來看一下 分點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 又他 又是他 所以這一波 這個銀格來說他也算外資 因為我們跟他不同國家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就是一些內資 特定內資或是外資 也呼應我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了 說今年可能能源類 原物料類都值得去觀察 對 他的買盤也反映了這樣的味道 對沒有錯 而且香港上海匯豐買了什麼 買了鋼鐵的中鴻 也買了什麼 亞泥 他都不買龍頭 他買次要的 好 你看一下其實 香港上海匯豐買超亞泥多少 1.9萬張 也是很漂亮的一個買方 買方的一個籌碼面的其中 這個部分 那特別強調美琳 阿格力一定知道 美琳就喜歡做長型的 常常隔日沖 對 可是他對亞泥這個布局來說 他反而是什麼 沒有在隔日沖 沒有在做隔日沖 變了一個人 對他對張股票 也許他也沒有價差可以隔日沖 也沒有辦法做張 這也是可能 原本要隔日沖變成長期投資 對 但是他還是有開單再買他 這個部分來說 買超62893 我覺得這個部分蠻吊詭的 可是朋友可以看一下 那安泰跟富邦證券 我認為都有小量去做一個進場 1687張的安泰的籌碼在裡面 然後原副證券的話 是買超3536張 這個部分我認為 其實外資正規均已經開始做一個佈局 遲疑有這個部分來說 而且我認為這種特定的一個內資 基本上都有進場去做一個佈局 你看 平均價格 20日平均價格 基本上都落在多少 都落在43塊多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讓這個部分 其實差不多 44塊3 所以這個部分 還沒有漲 對就是如果比較保守投資朋友 想要把資金放在股價 所謂的 節目剛剛所說低佩塔值的這個部分來說 其實 這個鋼鐵跟水泥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可以特別去留意的 未來一個發展性 好 那我們謝謝老高 這個水泥確實是佩塔值蠻低 而且都有鼓勵 保護這樣子的一個類股 不管是台銀還是亞銀 其實股價也整理一大段 那籌信 最近確實都有在買這些公司 那我覺得 低基起或許也是這個盤勢很高 你不敢去追高 一個不錯的投資的方向 那今天呢 阿格利的節目 從外資提醒大家 也不能說提醒 他跟我們講的跟他做的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高佩塔值股票 大家要留意 這是蠻有邏輯 因為在盤勢高的情況下 如果反轉 通常這個高佩塔值的下跌的幅度 也會相較於低佩塔值的股票還要升 所以在目前的盤勢上 如果你是比較這個不敢積極 因為從成交量來看 大家其實不敢太積極 或許這個比較低佩塔值 然後有鼓勵保護的 又符合今年財經 整體的狀況 例如說 剛剛馬哥跟大家講的 富邦金 因為屬於金融股有升息循環 這樣的力度的話 都是可以去留意這個標的 那也別忘 在1月有很多公司召開法術會 那去年台積電法術會 大家之後看到漲了一波 那今年會不會有機會複製呢 大家就可以多加去留意囉 好那今天節目 相信大家的收穫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喜歡阿格利 這樣子準備的投資最給力節目 內容的話 別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訂閱 投資最給力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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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